是1968年属猴的 因为我工作不顺 我想问卢台长 请帮我指点一下 工作不顺是吧 对 你已经换过两三个工作了 哦 好多了 最大的两个时间长的 两个到三个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的毛病在哪里知道吗 你的毛病啊 话少一点 话太多了 妄语太多 我给他客气讲 话太多 他自己就自己坦白了 说话妄语太多 我告诉你记住了 头上三尺有神灵 嗯 你不能乱讲话的 多说谎话的人 什么地方都待不住 定不下来的 不能老说谎 明白吗 嗯 你自己记住啊 你有时候脾气太急啊 你上辈子是个男人 知道不啦 是哦 你曾经追过一个男人 你曾经追过一个男人 哎呦 对他追得很厉害 还买东西 反过来给他很多东西 买东西给他 想想 哦 你说我这辈子哦 啊 哦 你再叫我讲 你有几个男人 我都讲得出来 算了不讲了 那请问我要几张小房子 还是要放生 几张小房子 我以为有几 请问我有几个男朋友呢 要几张小房子是吧 嗯 看看啊 你先念69章 慢慢念 好吗 好 不着急 还有你要记住啊 你不要吃得太咸啊 哦 你这个人口重啊 对 对不对啊 口味重 啊 你的肾脏不行了 腰子啊 肾脏不好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嗯 还有不要再恨一个人啊 这个人 你不要再去讲他 恨他了 不要再恨一个人 对了 想想 脑子里 家族里边 哦 难得 哦 听得懂了吗 好 那我可以问一下 我的娘家妈妈吗 因为今年7月7号 她才往生 我想知道她 可以 问问她在哪里是吧 呃 呃 呃 七七四十九天 过了吗 呃 到 再过 十月四号才到 啊 现在还没有到 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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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月四号就白日了 叫什么名字啊 剪羊美女 叫什么 剪羊美女 简单的剪 木逸羊美女 剪羊美女 我们澳大利亚是剪羊毛 我跟她开玩笑 她不会生我气 她不敢 你跟她生 开玩笑 她就卡住你脖子 嗯 你听得懂吗 剪 剪是什么剪啊 简单的剪 剪羊美女 嗯 哦 这个人主上有德 主上有德 是你妈妈是吧 对 娘家的妈妈 那你们 你妈妈的爸爸妈妈 做了很多善事啊 嗯 啊 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 福报 福报 听得懂吗 你妈妈也念经的 嗯 也拜佛 对 嗯 她现在在天界 很好吧 很好 我可以告诉你 你比你妈妈长得丑很多 对 因为她是美女 不是美女 人家是心灵美 哦 你们你知道吗 你这个人呢 冲冲沙沙 像男人一样 明白了吗 对 你妈妈很文静的 跟你不一样 不一样 哎 嗯 我告诉你 在在上面 台长跟他们沟通更快 有时候在下面 我不因为不愿意 跟他们沟通 他们阴气太重 你没办法 上面我就很开心 那如果她很好 就好了 你要给她念小房子的呀 也是要 嗯 哦 好吗 好 嗯 那她现在讲几句话 你稍微听一听好吧 好 她说叫你不要在 她讲话很难听咯 她叫你不要在 疯疯癫癫 我是乐观吧 听得懂吗 嗯 第二叫你不要在 感情上在 做那些 有些事情 不知太好的事情 嗯 听得懂了吗 懂 好了 嗯 谢谢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好